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机车灯气的数量已经突破1500万台 以台湾机车族平均每一天行驶约16.3公里 每公里会产生0.05公斤的二氧化碳来计算的话 全台湾的机车族每年就制造出了将近有450万公吨的二氧化碳 实在惊人 我们对于减碳能够出什么力呢 生活习惯小小的改变 您也能够做一位拯救地球的菩萨 有人是从一辆电动机车开始做起的 希望借由这样一个近代的最新产物 来减少碳的排放量 未来也许能够避免上千万人陷入危机 台湾有机车王国的身号 每天上下班时间 马路上的机车数量惊人 机车是空气污染的一大主因 如果将传统机车换成电动机车 是否可以让个人减轻经济负担 让地球多点喘息空间呢 它是黄玉娟 机车是它上下班的代步工具 不同的是这是一台电动机车 按下红色的开始按钮 小小的黄玉娟就能驾驶电动机车上路 虽然车速不快 但在市区使用已经足够 但麻烦时也是有的 像一般的旧式公寓 一楼没有插座 要充电就有些不方便 黄玉娟的家在三楼 为了帮机车充电 就从家中拉延长线到一楼 柯南做法贵的就是要省钱 之前是普通摩托车 对 骑那个50的摩托车 那那个时候一个月要花多少油钱 400 500不一定 它的电不会很耗电 一个月大概100多块 根据环保署的资料 一辆汽油机车行驶1000公里 产生70公斤的二氧化碳 少一辆传统机车就相当于帮地球 种20棵树 澎湖县为了打造台湾首座低碳岛屿 积极推动电动机车 澎湖县的下一步 要限制汽油机车的牌照发放 还要辅导旅游业者出租电动机车给游客 将环岛观光结合生态旅游 打造绿色艺术的岛屿 油电双掌之后 小市民的生活当然是更要精打细算了 像刚刚影片中我们看到的黄小姐 她舍弃了传统的机车 选择了电动机车 在交通费上的支出 真的是比较节省了 但是是不是就比较节能减碳呢 我们要来请教萧教授 事实上电动机车是比较符合 有环保跟节能减碳的要求 因为传统的烧汽油的 燃烧汽油这种的机车的话 它本身产生欧阳放大排放量 是比传统 我们搬在骑脚踏车来讲是 大概不下五十倍以上 事实上电动机车 跟我们现在目前 传统在烧汽油的机车来比的话 它的碳排放量的比例相差是满大的 以一般燃烧传统汽油的这种机车 它的碳排放量大概每一公里 它所排放出来 数字大概0.05公斤 那以电动的机车来讲 我们用电的方式来做 它是0.002公斤 那这个相差大概25倍左右 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用电动机车 来取动烧汽油的这种 传统的机车的话 那对碳排放量的减少 那大概可以减少25倍 如果说我们现在台湾 包括環保署 包括各地环保局 都会大量来鼓励民众 去淘汰现在燃烧汽油的机车 甚至不许那用鼓励的方式 补贴三千块到一万块 这种补贴 希望民众主动的把这种传统的机车 给淘汰掉的话 这事实上是以台湾来讲 是蛮值得鼓励的一个政策 尤其早期台湾的电动机车 都是用二行程的 那包括汽油以外 包括机油的燃烧 对空气的污染是蛮严重的 那全世界当初最早 二行程的机车都在台湾 所以我们台湾自然 在机车的燃烧过程里面 才能外华汽油排行蛮严重 所以如果用电动机车 或电动汽车 来取代现在大部分的 传统的烧汽油的机车 以及大部分的汽车的话 我们不但是一个安全性 有节奋提高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碳排行量的减少部分 会非常非常的可观 这一部分是值得民众去考虑的 你如果说目前 包括我们今天也看到 为了推动这种减氧减碳 那包括我们就 包括能源局推动说 用补贴家电的 这个家电产品的 这个补贴费用 来鼓励大家 在台湾高效率的家电 那同样的 环保时如果有补贴的话 那民众可以考虑 把目前在使用的 燃烧汽油的机车 把台湾成 目前这种电动机车 那这个也可以带动 我们国内电动机车的产业 因为以前大家对电动机车 有很多的难以接受 有来说到两大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充电站太少 第二个是充电时间太长 这两个问题都造成 民众对它很难接受 充电太长的问题 充电时间太久 这慢慢可以解决 因为目前这种新的充电技术 可以很快速的充电 所以这个大家不要能解决 现在就是充电站太少 我们目前机车出去 充一次电出去的话 大概续航力 只有40公里左右 换句话说在都会地区 它很适合用 如果说大家要骑着 像目前一般烧汽油的 那个年轻人 那你用驾驶去多通的话 那是有困难的 因为所以骑出去 可能50公里60公里 骑得出去骑不回来 所以路上就要有 充电的可能性 搭公车或是搭捷运 您同意吗 搭公车搭捷运 它是属于大宗应出系统 它会讲说 一个大宗应出系统 它把一个应出工具 带动了以后 带着左洞以后 上面的人来处理 它总共的消耗能源 这个伤差就很大了 我们以目前来计算的话 大概机车的碳排放量 大概我们以后讲说 一公里大概0.05公斤 如果说以10公里 要换算的话 那可能大概0.6公斤左右 的碳排放量 那换算能 如果是开车的话 增加四倍 如果是开车 如果现代人就喜欢开车 那增加四倍 变成2.4公斤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 坐公车的话 那少多了 那是0.53 但是大概除以 所有的上面的乘客 我们只要20个奶花 除下来 那人数就少 那就少很多了 那如果搭捷运 那更少 大概如果0.1公斤 当然要有小数点 那我们就不看了 就0.1公斤 所以搭捷运是最适合的 而且知道搭捷运 它完全是用电能来带动的 用大众的捷运 喜欢说搭公车 公车要来烧汽油 就是说烧汽油 那个氧氧化碳排放量 让所有的乘客来分摊 但是搭捷运 绝对是用电动的方式 那电能目前是最干净的 所以我们这样开车 讲说学电能的小孩子 学电能的学生 比较占便宜 像我们用学电机的 一辈子他不用 不用被淘汰掉 因为电能还是目前 全世界最干净的能源 所以如果从 节能减碳的角度的话 我们是鼓励大众 多多地使用 大众交通工具的 如果说不方便 那当然了 使用电动机车 又比这个 一般的汽油机车的 碳排放要少得很多了 当然使用搭搭车 或是走路是更环保的 也就是所谓的 用脚减碳最实际 那当然了 这还需要说 大环境一起来配合了 在国外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请教授跟我们分享 国外在做这种 由最早的中期脚踏车 后来因为可能要距离比较远 才改成说机车的代步 那现在都用电动机车 或者说叫包括脚踏车 这个比例在欧洲最普遍 因为当然这个有很多条件 我们大概很可能忽略掉了 欧洲本身就是因为 它大量使用脚踏车 所以传统的烧汽油的 包括汽车 包括机车数量就少很多 所以那碳排放很少 那空气就很干净 所以在国外你去骑脚踏车 它是个享受 因为它大概很干净 大家骑脚踏车出去 它的空气是很干净的 我在我们台湾骑脚车 空气有污染 那就蛮麻烦的 可是你不能 也不能过因为污染的空气 就你越不骑脚踏车 它就变得恶性循环了 越恶性循环 所以在国外像荷兰 像丹麦 像北欧所有国家 像瑞典 像这些国家 虽然说它有高山 不过在都会地区 呼吸一口的是新鲜的 健康的空气的话 那真的就要开始来思考 改变我们的交通工具 而且从自己开始来做起 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就能够让地球更好 慈激基金会的谢锦贵师兄 长期的提倡电动脚踏车 他还影响了另外一名的同事 从标准的开车族 变成了单车族 下面这个例子 应该可以提供给 饱受邮电双掌威胁的商班族 很好的参考 我觉得自己是很成功的 把我的运动的脚踏车的工具 转换成我的交通工具 骑脚踏车上下班 是在慈激资讯处上班的 陈玉德这两年来的新潮事 四十分钟的车程 他骑起来轻松不费劲 即使上坡也不会气喘吁吁 油价高涨 让陈玉德出现危机意识 他开始尝试骑脚踏车上班 但是骑车后和刘甲辈的模样 让他骑了两三次之后 就将脚踏车树枝高阁 不过看到同事 阿贵师兄轻松自在的骑车 又让陈玉德心生好奇 看到阿贵把 就是骑了一台电动脚踏车 我一直很好奇说 为什么阿贵可以每天 都骑脚踏车上班 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他的脚踏车 是有经过改装的 就非常好奇 就跟他借了一天来骑看看 就发现骑了之后 原本自己无法克服那个 就是耗费体力那个部分 全身流汗那个部分 就已经消除了 就发现说 其实自己应该可以 也来尝试这样子看看 又看到自己的脚踏车 几乎是一个礼拜 才有骑一次这样子 他事实上 不太能够发挥功能 他只是我假日休闲的一个工具 这样子而已 所以参考过阿贵把这辆脚踏车之后 就已是就这样子的改装的念头 基本上我本身自己也爱玩 所以就是在网路上 找到这些套件之后的就 很有兴趣的就自己 把它改装过来这样子 电动脚踏车骑来轻松方便 但是陈玉德家里 已经有一台脚踏车 他并不打算再花一笔额外的开销 更不打算伤脑筋想着 停放多一部脚踏车的地方 他决定自己动手把脚踏车 改成电动脚踏车 电动脚踏车就是一个 辅助的一个动力 让我不用花那么大的一个力气 但是我可以增加我的 那个集成的速度 然后一方面 利用快踩这个方式 也达到一种运动的一个效果 每天都有运动的到 陈玉德结合工作与兴趣 不但省钱 还大大改善自己的心肺功能 获得无价的健康 看来这个电动机车要上路 还有很多的配道措施 必须要克服的 那刚刚我们从影片中看到了 谢锦贵师兄 他所推动的这个电动脚踏车 好像就更环保 而且骑起来好像更轻松愉快了 到底是不是值得广泛地来做推广呢 我要请教的锦贵师兄 是啊 刑理 因为基本上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需求 电动机车很好 因为有些妈妈要去买菜 在孩子上学 她已经习惯机车了 前面有个板子 孩子要坐后面 好像脚踏车就不方便 那如果说能够从以前的这种 所谓的化石 燃料的机车 变成电动机车的话 那是一个跨步 所以很多人可以因为这样子 来开始从事一种所谓的绿色的一种 或是环保的一种形的一种实际的行动 但是有些人 譬如像我们单身的 年轻人 有时候喜欢骑脚踏车 我去骑脚踏车很好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在推动脚踏车的时候 发生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糟糕 怎么办 要急着开会 我们现在就骑脚踏车 赶快快快 刚刚骑到的时候 这怎么也骑不快 骑不快 第二个呢 到了时候满头大汗 冲进去的时候 人家姐说 对不起 我骑脚踏车来 然后迟到了 你又不能让脚踏车污名化 你看你为了要骑脚踏车 最后迟到了 不行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那我怎么办 我可不可以有这方式 可以带来补助 所以我在网路上 在市面上 就找到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是 你原来的脚踏车 就可以去把它改 改成什么呢 改成电动脚踏车 那么你要 开始要赶时间 或者是你需要 保持一个 比较端庄 庄严的一个形态的时候 不要那么满受汗的时候 你就电动 所以那时候开玩笑讲说 上班电动 下班运动 反正下班嘛 满身汗嘛 真好 回家以后呢 洗澡啊 那不是平常要运动吗 你何必还要到健身房 开着车 冷气房 去到那里 然后流到满身汗 所以后来骑了之后呢 我觉得很好骑 电动脚踏车真的很好骑 它是有优缺点 优点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它本来就是两种动力 你自己选 那它的优点 那它的优点就是 你本来的脚踏车就是一辆 你在家加上动力就可以了 尤其上坡的时候 你就不必踩那么的辛苦 不会流到满身大汗 对… 这个优点就是电动机车的缺点 万一电动机车没电了 你不小心忘了充电的时候 那机车五六十公斤 那五六十公斤很难推 对不对 但这又是它的优点 因为它放在那里 不太容易被偷 太重了 你看那台高档的脚踏车 很多人就很想拿 因为它比较轻 所以各自有大家不同的需求 但是呢 它的刹车皮要保养 因为你平常骑脚踏车 速度不会那么快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 新的一个工业设计 为了一个这个电动脚踏车呢 可能要在这个所谓的 安全设计上面 结构上面 要能够通过我们一定的标准 所以这个部分的可能就是 各自的有缺点吧 然后各自自己去选择 那因为我现在的需求 我从家里 譬如说到这个办公的地方 十公里 以前开车 十公里 两千四百公克二氧化碳 心里就觉得 那怎么办呢 我要不要骑摩托车 就摩托车 五百五十公克二氧化碳 还是很多啊 那我就骑电动脚踏车 电动脚踏车骑的时候没有 很干净 但那个店怎么来 我们就去跟台电算了 所有这些不管核能水利 这个什么燃煤 全部算起来 十公里 我们如果用台电的电的话 要五十五公克二氧化碳 所以你看 两千四五百五五十五 差很多 每一个人如果 我们现在每个人上班的距离 差不多都是十公里 如果能够这样子省下来多好 如果那天我还可以 不要用电的话那就是零楼 顶着我再多吃半晚饭 就是比较累嘛 多吃半晚饭 后来我们就开始 跟大家同事这样子分享之后 很多人就觉得说 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 也觉得说大家一起来 共同来这个 来集思广义 最后我在网络上又找到 我们又想到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种 比较绿色的能源 我们用台电的电可不可以 我们就想 太阳能 对 就想太阳能 我们刚开始有两种做法 对 第一代的做法 我们就希望做一个公共的充电站 那是风光系统 有垂直轴的三百瓦的风力发电机 还有一个一百七十瓦的太阳能板 平常就在那个地方先充好 充好之后我上班了 我就提了我可以分离的电池 而且是要离电 不能牵栓 牵栓会污染 离电池上去我就开始充 充完之后下来了回家 就觉得心里好踏实 我第一次拿到那个充满 太阳能跟风能充电的那个电 然后骑在回家路上的时候 那种心里的感觉 觉得我好像比较对得起下一代 看你的表情 我开始有点心动要思考 那怎么样把我家既有的脚踏车 是不是也可以改装成为电动脚踏车 可以 其实它的套件还蛮简单的 第一个它要有一个马达 你看那个马达 其实我们这个马达技术是非常成熟的 你看连高铁它都推得动了 更何况是小小小达车 第二个它有一个电池 所以这个电池基本上 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不要用千山的 要用锂电池 一样是环保不污染 那这个是不是要请专人来帮我们做改装 花费部分很高 对 其实比较一般人不太容易改装 那就要请专人改装 专人改装的话 现在大概要另外加个一万五 看你是什么脚踏车 但是我们有个同事 他就自己这个很喜欢玩 那就比较便宜了 大概一万一 他就买了套件回来 自己改装也很好 那玉德他是我们这个资讯处电脑工程师 他自己改装 所以看你 你喜欢玩的也可以自己改装 那如果说你在网络上看到了 其实都还这个蛮普遍的 那我们刚刚讲到 后来我们发展到第二代了 发展到第二代是什么呢 我在想说那我可不可以一辆脚踏车 自己有自己的太阳能板 所以你看现在太阳那么大 我们上班八九点不管 你就到了 然后就把你的太阳能板打开来 太阳能板打开之后呢 然后就接在你的电池上面 你看八九点 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四五好了 八个钟头八九个钟头的时间 我就可以把今天所用的这些电的一半 给转回来了 你觉得很棒吗 你上班的时候反正就在上班 然后那个太阳能板就帮你在那边充电 充完电之后 你又可以把你今天耗费的电能 用这个一半的捡回来 对 使用的完全都是免费天然的绿能 对 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好 觉得很舒服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这么做 就是说安全还是最重要 对 不过警规师兄因为是工作的关系 您常常必须全台湾这么跑透透 可是你还是例行用脚减碳 你怎么做到的 听说你还从台北车站起脚踏车来 我们大爱台 那个时候就想说你既然在做 减了减碳 你不是跟人家讲说第一要走路吗 那走路我不能从花莲走到台北来 那怎么办 好 那再来就是要夹发车 夹发车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尽量用轨道运输 轨道运输 所以花莲到台北就是最好是坐火车 最好是坐火车 不要再开车了 开车产生二两化的太多 然后坐火车到台北之后怎么办 其实我不只是从台北火车站 骑到这个关渡来 我最长的一次是台北火车站 骑到植物园那个时候的家 从植物园到这个南京东路五段 从南京东路五段骑到板桥 再从板桥骑到内湖 结果那一次我真的很狼狈 因为迟到了五分钟 第二次迟到了十五分钟 我那时候就想说不能就 这个让大家觉得说为了骑脚踏车 迟到这样子不好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想说 是不是要把它改成电动 那电动脚踏车怎么带上车呢 对 比如说你从花莲到台北 这一段要搭火车怎么办 所以我就开始去查台铁的这个搭配 什么什么的 最后我发现如果能够摺跌脚踏车 如果有个行车带的话是最好 那么摺跌脚踏车又发生问题了 摺跌脚踏车它有个带子 你要看到经常看到很多朋友 有没有 摺跌脚踏车好之后 竟然把它扛起来还要这样躺着上楼梯 如果没有的话还要再扛 这也没道理 我就觉得很奇怪 脚踏车不是有轮子吗 摺起来之后为什么还要你把它背起来呢 所以我就去找 结果找到之后台湾没有找到 在国外找到了一台英国的脚踏车 找到了之后呢 它是可以推的 脚踏车把手就当作把手 前面有个篮子 甚至我去买东西 你到大卖场 你到7000 你都可以这样推进去 然后买完东西结完状 然后再推出来 然后啪哒打开 然后就上车就走了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一个人用走路的 那么再远一点去脚踏车 真的再远一点电动脚踏车 更远一点轨道运输 我想这整个的这个世界的环境 已经迫使我们必须要 朝这个方向来做思考 那么对于政府在推动电动机车 电动脚踏车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让这个大环境可以更友善一点 其实我很感恩 因为政府它必须要做的 就是公共政策的部分 公共政策的部分 包括所谓的路权 你要让这些所谓低碳的交通工具 要有优先权 走路的优先 脚踏车优先 电动机车 电动脚踏车优先 就像我们当时 不是有共乘的公车道吗 它为什么要有专用道 它就是优先权 这是第一个 所以在所谓的这个 公共政策的推动上面 我想政府也很努力 环保署它当然也很努力 但是我就觉得 可以再更用力一点 让所有的这些 低碳的交通工具 在所谓的政策的补助上面 在它的整个的配套上面 在它将来的一个 方向的指引上面 能够让更多的人 在这个产业里面 能够去发展 让消费者要使用的时候 不要有太多的 这个犹豫跟怀疑 它能够建立出一套标准来 让我知道什么是安全的 然后在安全的情况之下 让它提升它的便利性 所以如果安全 那么我们就可以 不用再设限25公里 如果它设计很好 符合标准 那我们是不是提到30 那么这样会让更多的人 来愿意进到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跟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做一种交通工具 是 其实台湾的吸烟人口下降 但是肺腺癌发生率 还是逐年上升 那不抽烟者 也因为肺癌丧生 那其中之一就是因为空气当中的 细悬浮微粒的浓度太高了 很有关系 根据环保署的空气品质监测的结果 被视为是空污重要指标的 细悬浮微粒年平均浓度 台湾是新加坡的两倍 美国的三倍 加拿大的五倍 所以可以说国人是长期暴露在 危急健康的高危险当中 空污的问题正在分秒间 弱化孩子的呼吸功能和免疫力 所以沉入刚刚的警官师兄所说的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人类的健康 我们还是应该要从此刻开始 节能减碳从脚开始 觉醒年代需要大家一起来 我们下周见